任天级国企领导被举报强奸 安然无恙 并且证据确凿 举报视频却全网被删 当下虽然他最终未能得逞 但依然给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在事情发生后 我积极向相关部门举报 但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先恳请网友帮我伸张正义 2023年11月18日 当这个强奸未遂事件发生之后 受害者蒋新如并没有第一时间 通过网络来实现自己的正义 首先他在次日就及时地向 广西纪委相关部门实名举报 11月20日 蒋新如到广西南宁市公安局 清秀分局报案 11月24日 蒋新如向广西第七巡视组实名举报 事发至今40多天 纪委公安机关巡视组的各种询问 调查说明 让蒋新如的身心一次又一次遭受到巨大折磨 屡次接近崩溃边缘 因诊断 蒋新如已患有严重抑郁症 但是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 代想依然安然无恙 1月25日 公安机关给蒋新如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 鉴定意见上明确说明 蒋新如 内衣 前胸位置 有擦拭物 该擦拭物所包含的DNA 和带响血液中包含的DNA 相同 这其实就是强奸未遂的确凿证据 同天下午 蒋新如又一次来到纪委相关部门提供材料 所听见的事 再等等 还能坚持 先不要说出去好吗 蒋新如痛哭到 直接忍不住干呕起来 于日至今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40多天 蒋新如撑不下去了 于是在网络上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希望能给女孩们多一些提醒和保护 少受一些伤害 但是 她的举报视频 目前来看 已经在全网全视频平台被删除 并且也搜不到她举报代祥的相关任何资料和新闻 而代祥本人依旧安然无恙 仅仅是因为 她是广西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党委书记 她所在的这个公司注册资本42.5亿 代祥年龄只有52岁 算得上是青年才俊 同时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彭帅在互联网上斥责郑国籍干部 张高丽 结果是彭帅从此在中文互联网上搜不到她的名字 这一个强奸未遂案几乎是异曲同工 但不同的是 这个案子是明显的刑事案件强奸未遂 张高丽和彭帅只能算是桃色丑闻 受害者有了确凿的证据 但是却是举报无门 四处碰壁 仅仅因为对方是任天级干部 希望大家能广泛传播 如果在墙内正义得不到声张 起码能被墙外的人所记录 我是唐明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